天空变暗了 乌云慢慢遮住了天 下起了久违的雨落在屋顶和路边 有汽车经过道路旁传来一声怪叫 雨水混着泥土溅气洒向女孩外套 身边的男孩无动于衷不想带女孩提的问 不情愿的放下手机敷衍的说女孩笨 旁边戴眼睛的中年人冒雨等公交 为了这个月的业绩熬了几个通宵 远处的高中响起下课的铃声 她儿子在这上学学习很勤奋 向下来的同桌却显得更加勇工努力 她发誓绝不和父辈一样一辈子面朝土地 班长时长都发的女孩她的成绩最棒 同时也是大部分男生喜欢的对象 当然优秀就少不掉身边的诋毁 拒绝过的男生在背后都说她虚伪 母亲把她给带大再苦也无怨无悔 19岁怀的韵可惜她父亲是个毒鬼 她哥哥很早没上学在小公司做职业 想靠工资买到房子 估计至少还要十年 云云众生无数渺小频繁的存在啊 心里也一定期待获得久违的疼爱吧 那鲜花的少女和火车站中无声的告别 四岁的诗卷和暴雨中呐喊的少年 酒店的床的听过最多 谎言和欺骗 医院的墙的建构最多 眼泪和低恋 在清晨时分醒来揉着眼抬头看镜子 不同的悲欢离合与相同的生老病死 用尽力去维持哪怕只是表面上的得体 读了很多道理还是过不好人生的你被骗了吧 在钢筋水泥土的树丛 为什么事情会和学校可不离交的不同 我们都忙于生计我们都低手祈祷 我们都遍体鳞伤我们都须有其表 朗朗读书身于那太阳神奇的早上 为成年人保护法和学校对面的小校 这是个最好的时代人人不服输 网络让世界距离缩短能人都服出 人人有工作我们人人不绝望 是在让人人有学上却也人人不读书 远渡重量的学生以为把世界认清 却对楼下水花滩的流浪者感到震惊 充满优越感和自信还认为没有过错 大眼不惨的指责对方是自甘堕落 生命是没意义的因为你我终将死去 世间的长话会抹去你我存在的痕迹 可自从人类学会相爱的那一刻起 我们因为对方的存在而获得了意义 理解或不理解都罢了 相信你所相信的 我们的确无法去改变你我的生老病死 但至少你有权利选择人生 你一定能够成为你想要去成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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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solid 你一定能够成为 iste 谢谢观看